春节的时候就要来写春联 但台中市有一对大学教授夫妻 那么趁着这个年节前夕呢 发明了会变色的感温春联 能够贴在窗户或者是在车窗上 只要温度呢 在29度以上的环境之下 这个春联的福字呢 就会由黑转金 那么四周围呢 还会开出牡丹花 非常的有创意 而这款的春联也受到了故宫的青睐 打算呢要买下这个专利 跟知名的翠玉白菜 一块儿来推销给大陆客 赵妈妈赶在年节前 应景贴上福字春联 在日光灯的照射下 奇妙事发生了 春联开始变色 你看到我变金了 有点奇特的 我没有看到这种春联 好漂亮哦 赵妈妈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会变色春联也能贴在杯子上 倒入热水变色更快了 来看看温度只要超过29度 黑色的福字转为金色 周围也开满了牡丹花 而发明者就是她 和丈夫都是大学教授的邱小姐 我们设计这一款啊 就是很适合过年的时候 然后这个福字啊 碰到温度有一点点高的时候 它就变金色 然后就非常的喜气 有金有福有富贵的感觉 这一款创意十足的变色春联 是邱小姐的丈夫利用感温材料研发出来的 夫妻俩大力向故宫推销 希望能和知名的翠玉白菜一起贩售给路客 有啊我们很希望可以可以在就进故宫 然后从故宫买向全世界 希望很多人觉得好 由清朝前楼皇帝书写的福字 搭配富贵的牡丹花 路客肯定钟爱 也能装贴在车窗上 或是手机 一晒太阳就会转色 故宫拟向夫妻买下专利权 让发明变成无限商机 也让国际见识到台湾的创意 专事员连家庆周宇的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